大家好,這是PR哥哥 目前來到了體態改造的第四週 那前幾支影片把飲食跟運動的大方向交給大家之後 有照著做的人應該也都已經看到效果 然後體重已經有穩定的順利在下降了 那有些人可能到這個第四週的時候 體重下降就會有一點卡關 所以今天這支影片主要就會提到的是 給你們第四個星期的任務 幫助你們突破減肥的瓶頸 那我們就給它看下去 首先我們要先了解到 為什麼我們減肥會那麼常遇到瓶頸 這其實跟一開始第一支第二支影片 講到的重點是有相關的 就是我們的身體有一個很舒適的體重 然後當你在吃的東西比較少的時候 一開始你可以減掉一些的重量 但是通常你減掉了5%以上的總體重之後 你的身體就會開始很不習慣這種新的重量 然後它就會增加你的食慾減少你的代謝 你就會開始覺得說自己已經吃的很少 卻還是體重卡在那邊一直降不下來 這個時候你就會覺得壓力很大 就說為什麼每天都已經那麼苦了 還是瘦不下來 但是你們不要怕 跟著這支的任務下去做 就會讓你身體舒暢一點 然後代謝回來一點 飽足感增加許多 然後時間到了 緣分夠了 你的體重自然而然 你就會繼續下去了 在講方法之前 我們要先來定義一下 什麼叫做減肥瓶頸 減肥的過程中 除非你是在增肌減脂 不然你每個星期的體重 真的是要穩定下降 才叫做成功的減肥 那通常它會跟你的體重 跟你的性別年齡都有相關 像是你越胖的男生 通常可以減得越快 越經瘦的女生通常就是減得比較慢 然後一開始大家的速度 都會減得比較快 但是過了三四個星期之後 你會開始發現你減肥的速度 會開始慢慢的下降 過了一個月之後 我們的減肥速度 應該要控制在一個星期 下降了0.7到1%的總體重 是一個很棒的速度 你100公斤的人 一星期就是下降了大概0.8到1公斤 那我很常聽到女生55公斤 因為我說她一個月只減了1到2公斤 這個是很正常的一個速度 因為就是你的體重很輕 所以你減的重量就很少 不可能每個人都跟謝師傅減得一樣快 因為她雖然很認真 但是她的體重同時很高 所以她五個星期 減了11公斤是很正常的 那你沒有跟她一樣高的體重 你就是不會有跟她一樣高的減肥速度 我們把這個減肥瓶頸定義在說 你一星期沒有減到0.7到1%的總體重 這個時候你就可以來調整你的飲食 然後跟著這個第四週的任務 下去做 再講到重點之前 要是你還是沒有照著前幾次在影片中下去吃 就是你還在吃一堆觸弊的食物 像是什麼零食炸的 過度加工的 過度精緻的碳水 然後你沒有斷食 那它這樣子你體重會卡住 是很正常的 又或者是其實你不是一個很胖的人 像說我很常聽到什麼 女生165公分50公斤 要來跟我問怎麼減重 這種人你減重不下來是很正常的 因為你該做的是去增肌減脂 而不是純減脂 那如果你是很胖的 然後你有很認真的照著我前幾支的影片下去做的話 然後你的體重還是卡著不動 那你就可以跟著我以下列出來的三點 第四週的任務下去之行 第一個可以幫助你突破瓶頸的方式叫做延長斷食時間 那間歇性斷食我在前兩支影片已經講解過很多了 你可以自己去看一下 那除了是一個很好幫助你減肥的方式 它也同時可以幫助你有效的突破瓶頸 因為它就是一個很可以幫助你控制食慾 然後同時你斷食的時候你的代謝會提升 同時你的空腹離島數會降低等等的好處 都可以幫助你突破這個減肥的瓶頸 以下是一個斷食的演化表 從斷食的時間短排到長 16.8 18.6 24一日一產 36小時斷食 48小時斷食 那要是你連18.6斷食就是我們第二週的任務 都還沒開始使用的話 又或者是你一星期只有三天在18.6斷食 那你現在體重卡住 你就可以開始變成每天都18.6斷食 那假如你已經在18.6斷食了你可以進步變成24斷食 加上你可以一星期有三四天一日一餐等等的方式 反正你體重下降不了的時候 你都是可以靠延長斷食的方式 幫助你突破這個瓶頸 但是要是你體重下降的很順利的話 你就維持住以往的方式就好了 第二我們要減少澱粉 然後增加蔬菜還有營養豐富的食物 我們在減肥的過程中 其實攝取的食物已經減量很多了 這個時候我們的身體 需要比較多的微量營養素 然後要是你還是吃那些營養不良的食物 造成你的營養攝取不足的話 你的身體就會出問題 然後代謝也會受影響 加工的食物 精緻澱粉類這些沒營養的就不用多說了 你卡中的話這些東西就是不要再吃 謝師傅不能吃冰淇淋 然後其實大部分 高澱粉的食物的營養價值 相較於蔬菜 肉類內臟類 其實都是少的很多 所以這個時候要是你可以把一碗飯 一碗麵換成一個菜 然後一個豬肝湯的話 其實你的身體可以滿足很多 薄很多 可以讓你的代謝比較不會受影響 讓你的身體不會出問題 讓你輕鬆的突破這個減肥瓶頸 第三 你要突破瓶頸的話 就是不要吃除了主餐以外的東西 有些零食雖然你覺得它好像很營養 但是它其實是可以讓你受不下去的 像是堅果類的東西 你給它擺在那邊 你看到你就會想要吃一把 但是通常你吃一把 到最後就會變成吃半桶 因為你會越吃越餓 然後那種東西 很容易就可以抓來 然後放到嘴巴裡面 不用花時間去料理 像是那種零食 你就把它送給別人 吃讓別人肥就好 接下來的幾點 是我之後幾個星期 會慢慢交給大家的任務 讓大家可以順利的把體脂給它降下去 那第四點就是你要安排一個減肥休息期 這個休息期的安排方式 我大概下星期就會教給大家 所以請大家現在先不要自己執行 第五 要你改善一些生活習慣 那其中兩個最會影響到你減肥的生活習慣 是壓力跟睡眠 所以我之後一樣也會教給大家怎麼樣 減少壓力還要改善睡眠的方式 但是現在就先建議大家 每天就是好好睡個七八個小時 標明已經在那邊可以睡覺了 卻還要拼要滑手機 然後害你睡得不夠 就會特別影響到你的減肥效果 現實說他現在五個星期瘦了十億公斤 他每個星期都有慢慢的在延長斷食 到現在變成五二斷食 然後他的食物選擇的很對 糖類就是吃的比較少 蔬菜跟肉類就是吃的比較多 所以到現在他的體重還是穩穩的在持續下降 這邊就是要跟大家說的 就是我把方式都已經交給大家了 剩下就是你有沒有行 要去執行這項減肥任務 那最後我一樣是希望這支影片對大家有幫助 我們就下次再見 謝謝大家 大家掰掰 Bye I said before and I'll say it again I love you